哈囉大家好,我是尚尼卡,歡迎來到我的新頻道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幫大家整理了 究竟古幣封印被移除了哪些系列喔 好,那這次的古幣封印呢 一共移除了大概五個系列左右 包含是上古諸神 甚至到三國系列 還有三國二系列也都被移除掉了 到底是喔? 多不喜歡三國系列 好,那再來的話是印度神系列也被移除囉 然後再來八仙系列也被移除了 更甚至到武者獵魂也都被移除了 那這邊,根據官方近期的六項直播投票來看的話 我們這邊就可以幫大家反過來整理 就是到底留下了哪些系列 首先第一個是八仙被淘汰的 所以是科研序潤系列留下來了 在第二場的話是神貓大盜系列留下來了 然後第三場的話則是 欸,墮天系列留下來了 這個比較意外喔,我以為印度神會留下來了 好,那再來第三個的話則是妖勞花夢系列留下來了 好,那再來第五場的話是藥賣星芒系列留下來了 然後第六場的話,圓桌舞是系列留下來了 其實我覺得如果上古跟圓桌的話 我反而會選上古留下來 因為上古好像比較有用一點點啦 好,不過這是大家的選擇呢 呃,就供大家做一個參考了 那古幣封印呢,將會在下一次移除這些直播手投出來 需要被移除掉的系列喔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情報消息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別忘了看一下你的訂閱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我是尚可,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掰掰 拜拜 拜拜